是否我们 说说了 你们到底想不想好啊 我们说想好 师父说骗人啊 嗯 没骗人啊 他说如果想好 为什么告诉你们得好的 你们偏偏不愿意去做 告诉你们不得好的 你们偏偏去追 还去做逃兵 叛徒 没有一点忠心 是吧 那请问你们是想好吗 还是真不想好啊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啊 当时有一个师父啊 他有一位师父啊 他就对师父说 他说师父呀 我觉得自己还是不算太差的 我不算太差的呀 你看世间那些人 差的那不是 不是一个两个的 我比他们的话 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 我也没有那么食恶不赦的 他说了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句话 发现到内心是什么呢 各位 每一句话都可以分析到内心世界 是吗 我们就想一想 如果是我们当时说这样的话 这表明我们什么样的心理呢 假如说我们不敢说出来 藏在心里觉得自己还不算太差嘛 那又是什么的心理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想冒出来 有的都敢冒出来 有的不敢冒出来 为什么 还是慢心比较大 哦 负长 而且也是慢心很大 觉得自己不差嘛 你不差 你能有惭愧心吗 不会有惭愧心 你不差 你觉得自己不差 你能好吗 好不了 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本来就好 我还好什么呢 如果觉得自己太差了 才会 想改 那你检查来检查去 自己没差 你说改什么改嘛 我那么完美 我还要改 那么不就改的不完美了 是吧 那不就矛盾了 所以 这 我们说也好 不说也好 藏在心里也好 哦 那就证明我们烦恼 还是挺深重的 呃 他说完以后 师傅说 老实一点 坦白一点 啊 不要复藏 他说 我也斗过 老实一点 我也斗过 说你斗了 你斗的结果是什么呀 师傅说了 你呀 还斗了 你是不是自己跑过去了 人家还没拿枪指着你呢 你自己就跑过去 哎呀 我投降 我投降 好 他枪还没对准你 你就跑过去投降了 你还站在佛的脚下 好 然后呢 还去想人家 想谁啊 我 你说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跟着魔鬼跑 好像很好 真的能好吗 贪 越贪 三越越艰难 明白着不好 所以师傅说了 我发现好多人 根本不想得好 我告诉你了 贪不好 贪不好 贪到最后 三越艰难 你身艰难 意艰难 口艰难 那个时候 你想修 已经迟了 各位 你真想好吗 如果想好 为什么 告诉你贪 不好 你偏要去贪 那现在领悟了多少缘起了 大家领悟多少缘起的效应了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些无名 来害自己的缘起呢 师傅又开始问我们 这样一步一步的问 那他这一步一步的问呢 我们就随着他的问题来一步一步的审查我们的内心世界 审查我们的身口 哦 是啊 为什么不好的我们偏去追呢 这个时候啊 又有一个同修啊 他说 我们呢 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 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念念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己 那就像入地菩萨一样啊 就是知一切法皆是自心而无所住就好办了 诶 师傅说 知一切法皆是自心而无所住就好办了 是吧 好 请问 吃的东西非常漂亮 非常美味的 吃的东西 是你最喜欢的 爱不释手的食物 看起来都舒服啊 在那里盯着都舒服 放到嘴里那滋味美呀 那么请问 他是不是法 诶就是说 他是不是一切法中的一个法 是吧 诶 那么他是不是你心中所现的一个物 是吧 也是啊 那他是不是你呢 他是真正的你自己吗 不是啊 那么他化现的这个物 是真实的呢 还是幻化的呢 是虚空花吗 是镜中约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搞一下幻化的那个东西呢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幻化的这个东西 啊 在心里放不下 在手里拿 拿呀 一直拿呀 然后拿到哪里去 拿到嘴里去品尝 不品尝不行的 那多舒服啊 你说 你不是说你治一切法皆是自心无所助吗 现在一点一点问哦 是这样的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助他 你为什么还要执着他 他本来就是你心中的物 你为什么还要搞啊 把那么美味的哦 你爱不识手的 爱不识口的 那个美味的食物 瘫到嘴里去 然后再咽下去 再经过你身体的加工以后 变成了大粪 那么大粪还是你爱不识手的吗 你为什么把它搞成那个样子了呀 本来那么美妙的 殊胜了 幻化的 那个食物 被你又加工 再加工 加工成了大粪 那依然是幻化的 那你为什么把好的幻化的现象 变成那么恶心的幻化的现象呢 你还那么执着 你不是说 你治一切法 其实自心就无所着 就好办了吗 为什么你现在还在搞这个 那就证明 我们这句话是背得下来 但是背下来就完了吗 我们要在一场生活中用的 那只贪吃的吗 其他的东西呢 感觉呢 那就更是虚化的了 那也是我们的心中 所展现的幻影 为什么那个感觉 那个幻影你总要去搞 搞来搞去 搞不到心里的话 搞不到的话 那心里就难过呀 难过 有的人难过呢 他还好一些 他还能控制一点点 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 虽然心里难过 有的人呢 他搞不到手 贪不到手 他就会难过的 他就会难过的 要死 要活 还有的人 贪不到手 就 就怎么样了 我们再想一想 梁善伯 祝英台 那梁善伯 一听说 贪不到祝英台 那感觉 那美妙的感觉 再也不会有了 回到家以后 马上得病 那个病非常非常重 重到什么程度呢 死了 为什么他要那么执着 那么幻化的感觉 他为什么要执着 为什么一定要贪到手 贪不到手 那个感觉 就要死吗 他为什么不想一想 他的老母亲 生他 养他 最后 白发人 还要送 黑发人 你这一生 生下来 就是为了找这个感觉 找不到就去死吗 为什么你知道 那是幻化的 你还要去执着 所以 所以 我们这句话 背得下来 还要用得出来 接下来 师佛一看 我们搞得这个 说起来好像 说起来 好像还有那么回事 但是呢 一遇到这些缘 那马上就起什么呢 起的就是乱七八糟 好 尖导错乱 根本就没有什么起智慧的缘 起 所以师佛一看 不行 这讲了三天了 还不行 怎么办 继续 说 那我们 再说一遍 哦 眼前这个神态表情言词动作 是一种缘起 这些缘起 应该怎么样正确表达 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还是那个老话 通过这次的学习训练 大家升华一下 达到高贵典雅 你说我达不到 师佛太难了 好 那你最低限度 也偏向于高贵典雅 行不 最终目的 你身口意达到 绝对的高贵典雅 行不 好 那么请问 我们已经学过了 我们高贵典雅的心态是什么 还记得吗 各位 什么才是高贵典雅的心态呢 那什么样的 才是高贵典雅的神态 表情言词动作呢 还记得吗 如果 连这个最基础的都没有记得 那你怎么去达到高贵典雅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高贵典雅 你怎么达到呢 高贵典雅的心态是什么 各位师父 师兄们 慈悲洗手 诶 这是高贵的心态 好的 好的 那么 请问 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一个人 这样表现 请问他 现在 这个是不是高贵典雅的 神态表情言词动作 比如说 在我们学校 有一位老师 他 学历非常高 在我们学校呢 他学历是很高的 然后他也是 真正学了好多知识 他比其他人呢 那些文化知识 要高很多 比较扎实 那么他教的学生呢 成绩也比较好 这位老师呢 这位老师呢 也教了好多年 又有经验 然后我们这些 后来去的 年轻的老师们 就把他奉为 先辈 前辈 然后这位前辈啊 他呢 是这样的 他教我们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 说 老师啊 您教我们一下 这个问题 我们要怎么教学生 他们才能理解 怎么样教学生 他们才能接受 怎么样教他 他才能记得牢 然后这样的问题 去请教他 他是这样子的 他身体做得很直 很直 很端正 哦 做如中 然后他 瞇着眼睛 斜着 斜视着我们 说 这种问题 你们上学的时候 没有学过吗 这不是你们 要学的内容吗 为什么现在 要问我这个啊 然后这样的话题 说完以后 才开始 教我们两下 然后他就 高贵的站起来 然后腰板挺得很直 抬着头 慢慢的 走了 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连一个微笑都没有 请问 这位前辈 他的坐姿 他的站姿 算不算高贵点呀 那么 他的一切 神采表情 颜色动作 算不算高贵点呀 为什么不算呢 他做得很直 不像我们 啊 弯弯曲曲的 或者是翘起二郎腿 也不像我们 甚至有的人 把腿杆 翘到桌子上去 哦 他做得很直啊 很标准的 他站的也很标准 为什么他还不算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他的心态 是什么呀 就通过他这些 你可以看到的心态 绝对不是高 绝对不会是慈悲 喜舍 因为他没想给我们喜 他只是看不起我们 他没有慈悲喜舍 不符合呀 他没有建立在尊重的 那个状态下呀 他是斜着眼睛看我们的 然后 他是那样高傲的 走了 那个高傲并不等于高贵 所以有很多人 他说话好像是非常标准 哎呀 出口成章啊 但是 他真的是高贵典雅吗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心态决定了 他不高贵 不典雅 他只是出口成章而已 他只是说的原词 美妙一点而已 那不叫高贵典雅 哎 因为他心里充满了 贪嗔痴慢疑 那怎么能叫高贵典雅了呢 好 那么他的举止 虽然看起来 很优 很优雅 但是那不叫高贵 那叫什么呢 那也是发自内心的 贪嗔痴慢疑流露出来的 虽然他经过外表的训练了 但是那不叫高贵典雅 典是什么呀 是模范啊 你的心态都是错的 你怎么能当我们的模范呢 那不叫高贵典雅 所以 我们要知道 最终达到身口意 绝对高贵典雅是什么呢 是你的身口意绝对是 慈悲吸手 而不是你只学一外表 就认为 这就是高贵典雅了 搞得就像那个什么一样 演戏一样 让人一看就觉得恶心了 虽然 一开始不知道的人 还觉得你还不错嘛 可是 时间一久才发现 诶 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 真有这样的人呢 就像我们现场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比如说 有的人 他呀 可能学的比较好了吧 所以呢 我很留意 大家说话的 那个口气 有时候他就发现 我突然发现 他马上 他会用非常 就是快速的 说出来一句话 是起始句 就命令别人去做 他自己并不知道 他说 他好像觉得自己 挺高贵典雅的 他说师兄啊 你要 你去 你去做什么什么什么 我要干什么什么的 马上就好了 我一想 你怎么会说出 这样的话呢 这不符合你的身份啊 你怎么能这样 命令人家呢 那这句话 你想让别人去做的话 你是求别人 请求别人 你应该怎么说呢 那为什么 仓促之间 你就会流露出来 你的本质呢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还没养成 这样的习气 你在 绝对 你注意的时候 你才会 尊贵的师兄啊 麻烦你一件事哦 你帮我做什么 你才会 有这样的 下心 好不好 说出来 下 比较低下的花 但是 一仓促之间啊 或者是 稍微有一点点欢喜 稍微有一点点 孔雀开平 你马上就说 哎 你帮我去做什么 快点啊 快点啊 你凭什么做这个 所以 我们很多时候 就会露出来 你的本质 你的本质 就在那个时候 非常轻易 就露出来了 因为 习气还没养成 所以呢 我每一次 看到大家说话的时候 我会发现 嗯 这是搞什么呢 我也会这样子啊 不是 不是你们 大家吗 包括我 我也是的 所以我们 是否希望我们 身口一决力 达到高贵典雅 我们就要练呢 一定要练的 不练 就我们的习气 嘿 绝对注意的时候 才能说出一句来 嘿 不注意嘿 你看他 圆形毕露啊 所以我们就 管他用多少年呢 就把这个善习气 建立起来 在那里 一站 一坐 一开口说话 就跟别人 绝对不一样 你说不一样 就是像我们说的 那个前辈吗 不是的 你这个是绝对 符合慈悲喜舍的那种 那才是绝对不一样 你看别人 他一说话 完全就是自私自闭 你一开口 那绝对是高贵典雅 贵人贵己 大家都得利 那才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一坐 你坐姿 不但是自己得好 别人也得好 可是别人坐在那里 他就绝对只是为了自己 舒服 那才叫跟别人不一样 那个时候你才叫 鹤立鸡群 那个时候你才叫 猪目 狼马峰 那绝对 够啊 所以呢 我们搞得越久 我们就会越高 要不然的话 我们永远是垃圾 是狗屎 好 这个垃圾狗屎 已经很惨了 我们就不要总做这个了 好 因为师父看到我们呢 绝对就是还 你看 他讲了三天了 怎么还垃圾像呢 还狗屎像呢 是吧 这个时候 师父 只好再 继续熏习我们的缘起 不继续熏习我们根本达不到的 就现在我们已经五年了 我们还没达到的 就现在我还看到 我们各位还在 不自觉的就流露出我们那些深口意了 所以师父说 你们呢 去找一些高贵典雅的电视剧 影音资料出来 你们找一来 我们学习 看看人家到底什么 才是符合高贵典雅的 我一想 找电视剧干嘛呢 正合我意 因为我特喜欢 我好开心 好飘啦飘啦 赶紧打出来 赶紧找 然后这个时候 有师兄说 大肠筋 师父说 大肠筋 好 你看过了吗 他说 嗯 看过了 好 那么 你学了里面 谁高贵典雅呀 大肠筋啊 大肠筋高贵典雅啊 请问你效仿了他多少 嗯 他不吭声了 他不吭声了 我就知道 他没效仿 他只是说大肠筋好 他没效仿 哦 我明白了 好 然后 师父在问 你现在要想办法训练 你不是说大肠筋比较高贵典雅吗 你现在就想办法去训练 你去训练 你不要去看情节哦 你看大肠筋是怎么面对他身边的人 面对身边的事 面对身边的物 他遇到顺境 他是怎么做的 遇到逆境又是怎么做的 他是怎么样把握缘起的 他是怎么训练的 你通通要学到手 这是你要做的哦 不是让你看情节哦 然后他一听哦 有点晕哦 然后师父说 嗯 你就要这样练呢 比如说那里面 那个精英是怎么对待他的 那么他又是怎么对待那个精英的呢 那么他对 无数次的逆境又是怎么样去面对的 他又是怎么样调节自己心里的 他又怎么样从逆境中刻苦训练自己 你都看到了吗 他说没有 哦 那你就学了吗 没有 好 那你现在去学啊 好 再说一个哦 师父说 我以前啊 看过台湾排的一个电视剧叫包青天 包青天 那个风范 包青天就包公那个风范 他对上 对他的上级 对下 对他的下级 都是那个 风范啊 风范哦 那才叫高人 师父说了 那叫高人 你看高人在一起 人家高人在一起哦 包公经常跟谁在一起 公孙策 展昭 你说那些高人在一起 人家很少废话的 哪有那么多废话 哪有那么一堆一堆的废话出来 那台词很少 甚至他有时候不说台词啊 一个眼神 嗯 一句话 这边马上微笑 心理心领神会呀 哪里需要你一堆一堆的话 还要让你让他祝福你呀 我去干什么什么 你要在这里做什么什么 你要怎么怎么样 你千万要记住 记住哦 哎呦 祝福的简直都让人 啊 难过了 结果听着那个人也乱套了 你这一堆话里 我要到底做哪个 我做哪个才符合你心意 我都忘了 你说了一大堆 我记不住 哦 所以两个人搞得就没有默契了 好 所以人家高人在一起就是默契到不需要说话就知道做什么 哦 那师父已经为我们找出来了 你要学的电视剧是什么呢 包青天 这时候有一个同学就问你说师父 那个电视剧要拍新版本啊 师父说哎呀 你搞什么新版本呢 你就去找原来那个版本 哦 因为现在越演越惨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人呢 演员呢 演技越来越成熟啊 他就会随着自己的意去发挥 他不会是依版本去发挥了 就是说剧本 剧本怎么描写的 你绝对要做好 那是一开始做得比较好 但是一旦这个演员出名了以后 他老 他已经有老资格了 这个时候他就会随意改动剧本了 他说导演我觉得这样子才好 这样就叫随意发挥 那就失去了原始人家要塑造的那个形象了 那这个时候就不严谨了 还是以前的好一些 后来的呢 如果你发挥的离谱了 那反而不好 所以呢 我们要看了 一定要看 以前那个版本 又有师兄说 师父 我们看过三国演义电视剧 这个好像也好 也可以吧 师父说 我没看过三国演义 我没看 所以呢 我还不知道 你说到三国演义 对了 你们把那个出师表找出来 把出师表找出来以后 你们要向师父说了 他当年读书的时候 那个韵味 要那样读出来 你那个样子读出来哦 你们去读一读 你们去体会一下 那个出师表 那出师表他写了这个文章以后 你们通过这篇文章 你能学到什么 好 那么各位 出师表我们都看过吗 接下来师父教我们去学出师表啦 出师表都看过吗 祝格亮写的那篇文章 就这个 大家都看过吗 没有吗 没有背是吧 印象不深 哎呀 看过哈 好 那我们有点印象吗 如果有点印象的话 我们接下来看师父是怎么教我们来学这篇出师表的 那当时我们就在网上搜啊搜啊 就搜到了这篇出师表 搜到以后 师父说 好 那既然你搜到了 你去读 当时有位师父啊 他就把出师表读完了 读下来以后 师父问 他说 为什么我要你们学这篇文章 好 那在场各位 如果有的话 您可以 下去以后呢 把这篇文章啊 找出来读一读 你看看是不是符合师父讲的 哦 你找出来读一读 体会一下 师父说了 为什么要学这篇文章啊 既然是师父 他提出来的出师表 那一定是 需要我们学习的 那么我们连印象都没有 哎 那你能学到什么呢 所以呢 我们下去以后啊 要把这个文章啊 好好读一读 看一看哦 哎 那么这个时候 师父问了 说你们 刚才也找过了 哎 现在这位师父呢 也读过了 那么 请问 他写的这个文章 我们都听 通常知道 有很多人喜欢写文章 他可爱写文章了 是吧 那么你写文章的时候 你这一篇文章里 所有的言词 都应该是 符合你身份的话语 是你符合你身份的话语哦 这文章 它并不是单独的文章 它属于我们 缘起里的言词 而是你经过 加工整理以后的言词 比较长篇的言词 不像我们说话 一句两句的这样说 而是你经过加工整理的 很多言词 不过经过你整理 加工排序以后 那这里面的每一句话 是不是符合你身份 那是不是好的缘起 你有没有研究过 你文章里的每一句话 那我们学了初识表 这是诸葛亮写的 诸葛亮 我们知道他是高人 因为他以前在三国演义那本书里 把他描写的非常完美 简直就是神话了 所以在我们心目当中 他就是神人 那么他说的初识表 师佛问了 他这里面说的都是该说的话吗 我就想 当然是该说的了 神人啊 高人啊 他怎么能说不符合身份的话 这是我想的 但是师佛又问了 有没有一句不该说的呀 就不符合他身份 他说了 有没有呢 有没有 当时师佛又问 我们有点懵 这么高的人还会言辞出错吗 是否看我们有点懵 他就说了 按理来讲 他这篇初识表 不是让你看他的文采多么美妙 是让你看他有没有符合自己身份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 他有点月全 诸葛亮他有点月全呢 有点忘失身份了 是有点啊 不是绝对都是 是有点各位不要理解错了 有点忘失身份 就是说他是臣子写给皇上的 那么你在给皇上写信的时候 你每一句话 你通通都要符合自己作为臣子的身份 但是他这里面的话 就有一些是不符合自己身份的 就他把自己当老师了 当老师了呀 你把自己当老师了 那就不符合自己身份了呀 所以师父说这里面你看看 哪些话就是他有点忘失身份呢 但是后来诸葛亮他非常高的 他后来啊又转了一下 他转的很微妙 他把自己的这点错误啊 给转没了 哈哈 他给转没了 他又是通过哪句话转的呢 他是通过哪句话转的 各位我们能找到吗 他哪里出错了 他又是怎么转的 如果你能找到 说明你能看懂 如果你找不到 说明你没看懂 所以呢 他在这里面呢 犯了错误 有点月权 有点忘失身份 但是后来他又转掉了 扭转了 那么请问 这里面好多问题哦 既然他转了 他也知道 他就是说 他知道自己这篇文章里有错误 有点忘失身份 那么他既然知道自己这样说是错的 为什么他还要这样说呢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当时皇帝年纪年纪太小了 再加上我们知道流产 他不学无术的 那么如果这样的皇帝又小 又不学无术 诸葛亮在 这个时候 国家不会怎么样 如果诸葛亮不在 凤楚没了 诸葛亮也要出远门 那么只剩下这个小小的皇上 不学无术的皇上 遇到了国家大事 他要怎么办呢 他要怎么办呢 所以他当时就不顾自己身份了 就犯了这点错误 不过犯完以后 他又扭转过来 虽然说他很高 他知道自己哪里错 他也知道怎么扭转 但是你的身份允许你这样说话吗 不允许 这个也叫喧宾夺主 我们在这里面体会到了 他喧宾夺主的 那个味道了吗 诸葛亮他很高 他很会拽 那么他一拽 拽嘛 就是转变嘛 他这一转变就变得没错误了 好像没错误了 但是你也喧宾夺主了哟 诸葛亮 确实很会算命 是吧 他也什么都会算 天文地理什么都会算 他跟常人有不同的一点 什么不同呢 他有地方很高 高在哪里 就是他整个江山 基本上都是依靠他打下来的 依靠他打下来的 那么如果是我们的话 各位 现在我们没去打江山 我们什么都没去搞 我们还会认为 这都是我的功劳 如果不是我 这件事能做得这么好吗 如果不是我 谁来帮你们呢 如果不是我 谁来管你们呢 如果没有我 你们能这么安心吗 如果没有我 你能这么自在 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整个江山你不用提 就一点点小事 你随便去做了 你都会认为 这缺不了我 少不了我 如果没有我 能行吗 我们常常是这样子 但是诸葛亮 他高在哪里呢 他这一点比较高 就是整个江山 都是他打下来的 他也没有去公自奥 他没有去公自奥哦 他从来没有一点点 像我们那样 他绝对不会狂傲 可是我们偏偏总要去狂傲 是的 就是他在那里教那些国主 应该怎么做 那不是你可以去说的话 那我们想一想吧 各位我们是不是没有功劳 也要狂傲呢 是的 因为我 就比如我 我没什么功劳 但是我也会狂 也会傲 我会觉得自己了不起 那么 在座的各位 你们有没有 有的 比如说在你家里 你会不会认为 这个家就是你撑下来的 这个家就是你撑着的 这个家或者这个寺院或者这件事或者这个群体就是你撑着的 没你的话这群体就散了 没你的话别人这是干什么呢 哎呀一个一个你看看他们搞的是什么烦恼那么重 做事也不会做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全要靠我全要来问我 问我全要靠依靠我呢 没我他们怎么过呀 这个时候 虽然你没有去说啊 这个家全靠我呢 也没有说这个地方全靠我呢 你也没有说 但是你有说过其他的话 通过你其他的话 我看到了以后我就会发现 你这个人有点狂哦 虽然你没有跟我说啊 这里靠你那里靠你啊 但是你跟我说了 他说什么了 你跟我说了 哎呀他怎么这个都不会呢 这是很简单的事啊 这是 这应该是一看就会的呀 怎么还要我来教呢 好我看到你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哦 你有点哦 哦 那惨愧我捡掉你垃圾了 我赶紧忏悔哦 好当时 诸葛亮这一点比我们高多了 人家整个江山都是自己打下来的 人家也不会傲一下 人家绝对会甘做臣子 心甘情愿去做臣子的 不会像我们又看不起人了 我们就看不起别人了 觉得别人呢 哎呀什么都不会干嘛呢 我这么了不起我来主持这件事 我来主持这个家 我来做这个单位的领导那才能好起来 别人的好不了的 忏悔哦 当时呢 有那个诸葛亮 人家不会这样做 那叫高人 所以当时我们就看到了 诸葛亮他写出诗表的时候啊 就看到了国主非常小 甚至说话不会说 国家大师也不会做 不会安排 不会处理 那他只会不学无数啊 只会去哄女孩子开心啊 那么那些国家大师都是谁处理的啊 都是大臣的 我们想一想 如果各位啊 我们是当时的大臣的话 我们会不会想 我们要这样的皇上吗 我们要依靠这样的皇上吗 只会哄女孩子满意 我们去维护这样的皇上干什么 这样的皇上 我们去维护他 我们为什么不去找一民主呢 我们找一民君不好吗 我们干嘛要维护他 要么就把他推翻了 换一个换一个 依靠他干什么 我们常常就会 第一是不满皇上 第二就是绝对敢去推翻皇上 敢造反的 就我们这些人 绝对敢造反 所以那个高人 你想一想 和我们那差距有多大 各位我问你 你说啊这个国家 那个皇上和大臣之间 这个我感受不到 那么 请问在自己身边 这些事里研究一下 你是不是会有这种心态啊 比如说自己的父母 这一块 这个我们跟父母在一起好多年 是吧 那你可以体会到 如果自己的父母 他们做很多错事 而且父母什么都不懂 好像没有什么智慧 常常做错事 常常让你觉得丢人啊 或者是常常搞得你无可奈何呀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抱怨过 我为什么要生在这样的家里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父母 你有没有抱怨过 那么如果你抱怨过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诸葛亮的身份 你绝对会抱怨当时的皇上 那么再反过来想 自己生在自己父母身边 我们抱怨还是小事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以后将来绝对不要这样的父母 这是什么父母吗 要这样的父母 我能得什么好呢 哎呀我换一个父母多好 你看人家谁是一家的父母 那多好啊 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换一个父母 换 我现在要是有那样的父母多好 那么如果下辈子 你这一辈子有没有想过 这辈子我如果是那样的父母多好 这现在这个父母就像现在这个皇上一样 如果想过 如果你是诸葛亮的身份 你就会嫌弃当时的皇上 那么你就有可能换一个皇上 你这样的皇上能管好国家吗 你全要靠我们换 好 所以通过日常生活 我们就能体会到我们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就你做到诸葛亮那么高的身份去 你也绝对做不好 为什么 你心态不对啊 你现在就是从这样子 你到时候 你那么高的身份 整个国家依靠你的时候 你还不想换谁就换谁啊 谁还敢在你面前 就我是皇上的话 我在你面前就会吓得战战兢兢的 哎呀我弄不好一下子 你往我换 搞不好我一下子就被你踢飞了 哎呦 就得吓得皇上看到你 哦 葛亮 我今天做好了吧 我今天没犯错吧 哦 希望你好好的扶持我哦 皇上还得求你 所以我们通过日常生活 可以体会到我们将来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说 福菩萨为什么不给我好大的福报 为什么不给我 多多的权力 你想一想 给你干什么呢 你现在烦恼都降服不了 给你干什么 就真给你祝国亮这样身份 整个国家都是你打下来的 哦 整个国家都是你管理着的 你能对皇上 忠心吗 你能为国尽忠 你能为民效力吗 你不能 你甚至会造更大更多的业 让自己下去出不来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埋怨佛国上 不给你福报 不给你权力了 哦 好 那么 师父也问了 说各位 请问 请问哦 诸葛亮 他有那样的心态吗 没有 诸葛亮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是忧国忧民 忧皇上 他从来没有替自己争个什么的 没有啊 他没想 这样的人坐江山 没有想过 好 那么他只为国为民为皇上 从来没为自己 那么他修了这样的因 结了这样的缘 请问如果诸葛亮来生做皇上的话 他修了那样的因 结了那样的缘 他的果报会是什么呢 那么他的手下各个都是什么 忧国忧民为皇上 是吧 那么他的大臣各个是为国为民为他 那说那大臣多么好忠心 多么忠心 那么他做起事来 治理起国家来 多么顺心顺手 请问各位 你们有这样的忠吗 你们做皇上 你们为皇上 你们忧国忧民 为皇上了吗 好久说我现在佛弟子好 佛弟子 那你是为佛 为菩萨 为众生吗 你还是为自己 如果你说你为众生 那么请问众生得点利益 或者他高一点点的话 你为什么不开心 你为什么去嫉妒 那么如果你为佛 为菩萨 请问 佛菩萨如果有时候 没满你的愿的时候 你为什么还要说 佛菩萨 为什么你没满足我这样的要求呢 那不是你菩萨要这样做的吗 你怎么就没满足我呢 你不是要给我爱语的吗 请问你怎么给我冷冰冰的话语的呢 你不是佛菩萨吗 你不是要跟我同事的吗 请问你怎么跑得远远的呢 好 你有没有去怨过佛菩萨呢 那么你有这些想法 有这些在心里的时候 你从来不是为国为民为众生的 你不是为佛为菩萨为众生的 你也没有为国为民为皇上 你为的是自己啊 你还是为自己的感觉啊 那么你这样的人 你修了什么因呢 你结了什么缘呢 你修的是什么因 自私自利的因是吧 管你要什么呢 你要权利也好 要福报也好 要什么感觉也好 反正你要的那些 通通是自私自利的 好 你修了这样的因 你结了自私自利的缘 那么 请问你将来的果报是什么呢 你身边的人各个都是自私自利的 假如说 你作为领导 你的手下各个自私自利 中保私囊 请问你这个单位能好吗 是不是三天就散架了 请问如果你将来有一个家 那你家里的人 你家里的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那么你这个家能幸福吗 能过几天 请问如果你现在又守菩萨剑 你又去修自私自利 假如有一天你作坊 你的大臣自私自利 那么你这个国家能安稳 能快乐吗 百姓能得利益吗 你这样的国家会不会被人家几天灭掉了呀 那你个个是为自己 谁为国家考虑啊 没人为国家考虑 你这个国家不就危险了吗 等到亡国的时候 你想一想你是什么质问 所以师父问了 请问各位 你们有这样的忠吗 我们一起回答说 没有 师父又问了 那你们有什么 我们大家一起回答说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我们有这些 师父 当时听完我们说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时候 他马上非常恐怖的说 天哪 我怎么接触的是你们这些人啊 我还是逃吧 因为你们都不会忠孝仁义 我还是逃吧 我不要跟你们在一起 我逃吧 当然 师父不会逃 他只是在 以这样的神态 表情言辞动作 给我们一个警示 让我们知道 我们好可怕 我们好可怕 是吧 真的好可怕 诸葛亮 又 师父又回头说了 诸葛亮 他 减了好几十年的寿命 你看他寿命很短 为什么他减了好几十年寿命呢 因为他一直在杀生 他一直在杀生哦 虽然说 你看刘备把他请出去了 那么请出去 每一次战役 他要杀多少生 那些 他用火 他用火攻也好 他用其他的方法也好 你看 烧死的 杀死的 砸死的 淹死的 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 你说那么多众生 都是因他而死 你不减受吗 要减受 你这一辈子不就赔了吗 赔了 你绝对赔了 甚至 你只这一辈子赔了吗 你还要为他们在地狱里泡着呀 你要泡多久啊 你想一想他杀多少生 如果他没有出山 他还是自己去修 去修行 那么他绝对 他因为他修的不是佛法 各位 那么当时他在龙中 他在他的茅屋里 他修的不是佛法 他是道家的一套 那么道家那一套呢 他修 他不出事啊 他在茅棚里修 最后他会语化成仙的 因为他已经很高了 但是他出山了 他杀生了 所以这一辈子赔了 在地狱里不知要泡多久 各位你要选择什么 所以很多很多时候 我们去看电视 看人物 你要学会看他们的方方面面 他哪里高 哪里不高 他哪里赔了 他哪里成了 你通通要明白的 那么他成功的那些 你要学来 他赔的那些 你就不要学了 那我们才能把自己完善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 我们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所以师父又提醒一下 说各位啊 三国演义里有一个词 三国演义里 有一个词叫主公 主公啊 什么叫主公啊 有个同学说 我知道那叫尊称 好 师父说尊称 然也 那么他们为什么 要对主公这么做呢 那个同学说 为了自己将来得好 师父说 错了 三国那个时候 佛法还没流传开呢 你看三国里面有佛法吗 没有那些 没流传开呢 说白了 他还不懂佛法呢 那些人 没流传开呢 他怎么能知道说 为自己将来得好呢 所以这个说法错误 说白了 为什么他们 为对主公那么做呢 因为高啊 他是高人 是高人啊 跟佛不赞没关系的 因为当时还没流传开 刘备高啊 高 为什么高 他是过去修来的呀 他不是这一生修来的 刘备这一生高啊 他过去修的 现在还在延续 他现在招感到的 五虎上将啊 什么诸葛亮啊 等等 他现在这是果报 他现在遇到的这些人 是果报 那都是过去修来的 现在这个果报还在延续 那么他现在继续 去做这些忠孝仁义的事 他继续去种 忠孝仁义的音 结忠孝仁义的缘 那么他继续延续忠孝仁义 他自然继续招感忠孝仁义的人 事物 各位 现在这个都明白了啊 我们过去修了忠孝仁义了吗 当时我们都说了没有 是吧 没有怎么办 你不想要忠孝仁义的人 在自己身边吗 你单位里的人 各个忠孝仁义 你不喜欢吗 你说我出家 我要学佛 好 那么你遇到的师父 师兄 师弟 身边的那些在家居士 通通都是忠孝仁义 你不喜欢吗 那么你怎么样才能有这样的果报展现呢 忏悔只是忏悔了我们以前的 我们以后不去招感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 那么请问你生生世世要招感到 忠孝仁义 你生在忠孝仁义的国家家庭单位 或者是团体里面 你要怎么做 那你就要去发愿咯 那发愿 怎么发 我看一下 师愿 实时念念 修忠孝仁义的因 结忠孝仁义的缘 果能相续吗 你这句话 师愿挺好 师愿这个词呢 就是自动播种机 那么它生生世世自动播种 这个挺好 那么在你这句话里 实时念念修忠孝仁义的因 对 你要修这样的因 融孝仁义的缘是可以结这样的缘 这个果能相续吗 果是你以前修的 比如说你以前种了一颗西瓜 那个西瓜 它现在结果了 那个西瓜结果以后 它这个果就是这么大呀 你想让那个果延续什么 难道这个西瓜还能变成再大吗 这个果 这个西瓜 你要在果上去相续因和缘 那你第三句话就错了 所以你就是相续 你去在这个果上 再相续忠孝仁义的因和缘 这才对哦 这个愿要改一改 果是没办法相续 因为已经成熟了 好 那么各位你们都发愿了吗 如果现在发了这样的誓愿 恭喜 将来 真的 那么你有没有说 生生世世啊 那么这样子 在果上去相续忠孝仁义的音 缘 缘啊 哇 正师傅说的 诶 这个第三句错了 法正师傅 第三句错了 你又发了这样的誓愿 果没办法变哦 诶 这样子才好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呢 你有没有说 愿 诶 对对对 这样子 这样子就好了 那么将来 恭喜各位 你生生世世 招感到的 诶呀 那环境 那人 太好了 各个忠孝仁义 诶 对对对 诶 这样子就完美一些 那个果 没办法让它再相续 那你在果上去续音 续缘就好了 诶 人家刘备就是啊 你看 自然招感 那个忠孝仁义的事了 所以人家是高人嘛 那我们现在也是高人哈 因为我们现在也发誓愿了 将来就会自动播种这些音这些元 那么我们就会 因缘 聚足的时候就展现这样的火爆 啊 我们到时候也很高 嗯 我们再看 刘备 武功不高 是吧 哎 武功不高 管你有武功 没武功啊 你有武功也好 没武功也好 嘿 即便你什么都没有 只要你有忠孝仁义 一旦结果忠孝仁义的人就来了 那高人就来了 比如说 刘备啊 刘备他什么都不会啊 你看他没有诸葛亮 他会指挥吗 不会 那么请问他这样的人怎么成功呢 因为人家有这样的火爆嘛 招感到这些高人 诸葛亮就来了 死心塌地为他做事 他就能成就 哎呀 那个你看呢 那些什么关羽 什么张飞 什么赵子龙 那些大将 通通都来了 你不成功都得成功 好 刘备不会什么 但是你这些人到你身边来 你就能成功 那么反过来 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啊 这个时候 我又想起一位师兄 他跟我说的话 我想起来 顺便提一下 他呀 就是有时候 有点 卑怜 就是什么 就是常常说 师父 您知道吗 我呀 什么都不会呀 我好惭愧的呀 我好惭愧哦 你看人家 这个也比我高 那个也比我高 你看人家又会这个 又会那个 人家好高哦 人家这个像关羽 哎呀 人家那个像赵云 哎呀 人家那个像杜格亮 人家那个像宋楚 你看我 什么都不会哦 笨笨卡卡的 没关系 你现在学佛法了呀 你怎么还能说这种话 你怎么能这样失落呢 你是佛弟子啊 你怎么能这样失落嘛 他说啊 我不失落嘛 你看人家这各个都是五虎上将啊 上将 我两个将都排不上 老百姓一个 难道我不失落吗 我说 没关系 你学佛法了 你只要去修忠孝仁义 你有这样的因 有这样的缘 你招感到这样的果 你呀 你这个高了 那么你所说的那些什么关羽啊 什么赵子龙啊 什么五虎上将 什么诸葛亮宫主 统统来为你服务的 他会到你身边来呀 到你身边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会 你只会忠孝仁义 那些人统统为你去服务说 然后你说 哎呀 我不会排兵不振啊 诸葛亮就来了 主公啊 我去 你不会呀 没关系 他就说 我什么都不会 我想去 呀 我去攻占 那个山坡 赵云说 没关系 主公啊 我去攻打 诶 你需要你吗 不需要你做什么的呀 你担心什么呢 所以你说 哦 我不担心 哦 是的 你不用担心 你是主公啊 哦 为什么主公啊 因为你忠孝仁义 结果了呀 你 会修员 而且你已经结果了 自然招感这些人 这些人一来 你不需要 做什么 你都能成功 哈 所以你还要失落吗 那么 关键关键就是 你没有忠孝仁义 你总做叛徒 那就惨了 最后你果报成熟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各个叛徒 然后你说 哎呀 那个国家亲自来 我们来了 去帮我打去 然后那时候 哎呀 我还是叛徒吧 我去做那个 啊 那个国家比较强大 我还是到那边去吧 我加入他的国籍 拜拜 然后跟你拜拜了 为什么 然后你又用其他的大将 那个大将也说 哎呀 那个国家的主人 那么英明 我在你这里 干什么呢 你兄弟不会 哎 我还是跑了 拜拜 哎 那么你身边的人各个跑了 你 公家寡人 这个时候 你什么能守得住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是叛徒嘛 你常常修叛徒的因 叛徒的缘 你结了叛徒的果 你自然召感到身边的人 各个叛徒 你说我没呀 我没呀 我没做那些汉奸什么呢 是 是吗 请问你现在是佛子吗 请问你作为一佛子 你为什么去贪呢 贪是魔子啊 你不是叛徒吗 请问你是佛子 你为什么去称恨呢 称恨是魔呀 你为什么叛变呢 请问你作为一佛子 你为什么 总说别人没做好的话 你就难过 不舒服 不开心 那是魔呀 你没有叛变吗 那么你常常修这样的 因结这样的缘 果报展现的时候 你就等着了 你就等着各个叛变了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所以关键的关键 不是说你有没有武功 不是你有没有才华 也不是你会不会说话 也不是你有什么样的花样 花招 而是你是不是发自内心 中效仁义 你的心里面真真实实 是中效仁义 你就会以中效仁义去做 去说 去想 那么你修的通通都是中效仁义的因缘 果报对现实 你还怕什么 这个时候师父 问我们 请问各位在座的同修啊 你们对师父忠吗 问到师父了 你们对师父忠吗 有一个同修就说了 不忠 因为我还埋怨过您呢 是吧 不忠 那么如果你 那么我再问你 如果有人对你不忠的话 你感觉怎么样啊 哎呀 很不好哎 很不好 是 那么相反的 如果有人对你很忠心 你感觉怎么样啊 他说 哎呀 他给我很忠心的话 我什么事都能依靠他的 哎呀 绝对可以依靠啊 可以依靠 感觉很好 是的 哎 对呀 哎 感觉很好 很高兴 可以依靠 因为他忠心啊 你依靠他什么 他都不会给你弄错了 他不会叛变你 什么都能依靠他 所以师父说 对了 有一个忠心的人在你身边 你就知道 这是可以依靠的人啊 所以我们知道 终有多好了吧 你看 过去的管家 对主人是多么忠心 那主人的事 管家 绝对忠心去做 你如果是主人 有这样一个管家 你多舒服 是吧 你所有的事交给管家 你不用忙 管家为你忙里忙外 一切忠心 你也不会出差错 他也不会出卖你 你说多好 如果你这个主人 遇到一个不忠的管家 哎呀 他把你家财都给你偷光了 你说你怎么办 他表面上对你很好 背地里把你的裤子房 全部倒空 你说你这个家怎么过 你还认为他挺好 最后他把你塞到监狱里去了 这个家他霸占了 你说怎么办 我们需要忠心的人是吗 哎 那么 你要不要修忠 嘿嘿嘿 最起码的忠心的人 才能做管家 你连个忠心都没有 谁敢让你管 就像我 如果我想找一个管家的话 哦 如果我想找一个管家 嘿嘿嘿我绝对 就要看看你这个人 是不是忠心 如果你只是说好听的话 在我面前 我不会上当的 因为好听的话 不代表忠心啊 你再有能 你说我武功高啊 我来做你管家 我武功高 哎你武功高 你反过来会杀我呢 是吧 我也不用你 你说啊 我武功高 你都不用啊 不用 我什么人都会应付啊 我也不用 我不敢用 为什么 你这种什么人都会对付的人 你也会对付我 就你这个对付这个词出来 我就害怕 我也不敢用 什么样的人敢用 就像虚竹那样 老老实实的 脚踏实地的 一心的 为我好的人 我才敢用 我才敢用 如果让我选 我就选虚竹 管家 他可以让我依靠 如果你是马夫人 我才我要离得远远的 那你救活至慕容府 我也要离得远远的 我可不敢用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我的依靠 你没有中心 你绝对不是慈悲习舍的 我不敢用 我们一说起 这个来又想起来 当时天龙八部里的 那个老和尚 我们还记得吗 扫 藏金阁的老和尚 老和尚 你看人家 扫了一辈子 藏金阁 从来没有 一点点的 抱怨 指责 说 你看 我都成圣果了 还在这里扫地 你们 凡夫一个在那里当住持 没有 人家就那么扫了一辈子地 或者人家也没有想过 哎呀 我都已经成圣者了 我还在扫地 你们凡夫一个在那里穿的 那么华丽 搞得那么隆重 还在那里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 没有 没有 我们能达到吗 能吗 发愿吧 发愿啊 就真的 如果说各位啊 就提到扫地僧 我们就想 如果师父 现在安排我们 其中有一位 说 你到那个寺院去 周山 假如说 你到周山去 如果问 假如说 那我去的话 说你到周山去住 我就会问 师父你让我到周山寺院住干嘛 让我当什么 他说 去 扫地去 我说 我就会继续问 那师父 你让我扫几天啊 他说 扫一辈子 我就会想 啊 你让我到那里扫一辈子去啊 我在考虑考虑吧 我在考虑考虑吧 抱怨还不敢 现在不敢抱怨 但是 我得考虑考虑 我到那里扫一辈子地 人家谁知道我呀 谁能理解我呀 我能修成个什么呀 我会乱想 是吧 各位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想 你到周山去 假如说各位的话 你现在是师父 好 现在把你位置降低 你呀 你就去扫地区 扫一辈子地啊 别的什么都不用干 你会怎么想 哎 是啊是啊 绝对会这样想 是吧 哎 就是这样 哎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 哎 愿我们将来能做 好好 哎 真的 就是这样子 假如说 师父说 哎 你 到寺院去 我说干嘛 当住职去 哎呀 好啊 好啊 嘿嘿 好啊 是吧 就好啊 好啊 假如说 各位在场的师兄们 你还没出家 假如说你说 哎呀 我好喜欢出家呀 我想出家 如果师父问你 你出家干嘛 我要为一切众生 去谋福利呀 是吧 好 那么现在 你去到周山寺院去 扫地区 扫一辈子 你说啊 那我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出家 嗯 就是这样子啊 好我们 训练吧 怎么训练 就现在老老实实的 脚踏实地的 去训练我们那个 忠孝仁义 去训练我们那个烦恼 让他去 服服帖帖的 让我们 受我们的指挥 而不是我们去 受烦恼的指控 好 希望我们都能做好 愿我们都能 好 训练成为老老实实 中心 中心的 能为别人信任 依靠的 好 无才 好 好 那么今天 又说多了 二 金刚心 谁 亦不能 离奇亲爱 好 我 明天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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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